他有一個要求就是說 既然檢疫如果要派飛要集中在 他們提供的一個地方 就航空提供的一個地方 換句話說那事實上都沒有外出的 大家知道就是說 機組人員非常的欠缺 這意思是說如果 全世界都一樣 如果你把他的時間弄都不能派飛 那一下子那個人就做到不過 所以我們現在是比較嚴格的 就是說整個這個 這個構成到他的居家檢疫的場所 全部就七天裡面都不能外出 做個比較嚴格 但是他如果都沒有跟外面接觸 中間這個OK的話 我們是覺得是可以派飛 就延長時間但是不影響他的派飛就對了 就是延長時間 不影響他的派飛 對 現在有在談 比如說是幾天以後還可以派飛 憑者上再過去是三天以後 那我們現在也要七天 到底是三天以後 還是幾天以後再能派飛 這個部分由中央疫情中間 來做這個決定 所以他們會集中在一個地方 都不能出去 就居家捲衣 而且是一個特定的場所 特定的場所 好 謝謝 好 謝謝 好 謝謝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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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謝謝